香港的8月零售銷售只有294億港元 安年下跌2.3億 不僅連跌7個月 更創下了1981年以來最大的單月跌幅 珠寶首飾、中標和名貴禮品的消貨值跌幅接近5成 商舖字號縮舖減成本 根據美聯工商舖的數據 四大核心救密區當中 截至今年第三季均有超過100間的急鋪 當中旺角最多有146間 不過專家估計 鮮沙咀的急鋪數目將會超越旺角 或者會升到200間 黃漢成又說商戶擔心前景 估計他們未來4至5個月都不會新增店舖 他又估計鋪舍短期之內都是以短租為主 而租金水平大概是長租約的2至3成 另一位鋪位投資者同樣看探後市 金網記者黃詩庭報道